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傳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com.h 歡迎收聽原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人生 Hello 醫生 你好 Della 好 大家好 近來的天氣各樣 在香港來說很適合行山運動 所以我們看到很多時候 一到假期甚至平日 很多人結伴而行行山 行山專家也在各大媒體上廣播 但當然做這些運動時 很多時候可能發生意外 例如咬柴或扭傷等 當然在報紙上的文章 有些專家教你如何 遇到這個時候 可以做些什麼 相信這些急性的問題 余醫生和女療法 應該第一時間發揮到 很有效的效果 幫助聽眾講解一下 讓他們去做行山 或者做戶外運動時 都可以有些準備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經歷過咬柴 小時候喜歡打足球 或者普通的運動 可以說是常遇到的問題 是的 在過去我們處理過很多這類的問題 很多時候他們來 不是因為他們剛剛弄傷 很多時候是傷了之後 幾個月半年都不好 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覺得不行 因為一般情況 很多人都覺得休息一下 做簡單的熱呼、冬呼、打油 應該一般都覺得會好 但也有很多情況 如果不及時處理好處理一下 有機會變成慢性的問題 一直都不好 而且足球會變得軟弱 或者很容易有扭傷 所以有時候遇到這些情況 如果能夠遇到及早好好的治療 其實最好就是這樣 我們都很強調 我們最早的同學療法 所謂的一套療劑 最早我們用在這些創傷 BIRTH A、運動創傷 其實都好像20多隻療劑 不是很多隻 有一本小冊子 教你指引如何應用 好了 在同學療法裡面 我們用在扭柴的療劑 其實都很多 因為我們看這本治療的字典 都有過百多種 但我們常用不會太多 因為有幾種常用的 在絕大部分情況之下 其實都足夠了 當然了 我們足夠的情況除了扭傷 我們要去考慮有沒有腫 有沒有扭傷就沒有力 有時候就變成僵硬 有時候就有水腫或者腫脹 陳姻我所說 有些人很容易扭傷 而且足夠比較軟弱 根據陳姻所說的幾種情況 其實我們都有不同的療劑 有幾種療劑可以應用 最簡單來說 如果大家有急救療劑 那套裝 通常第一件事 就有理無理 吃安妞 要有三十絲 二百絲 都可以了 吃三劑 第一個扭傷 你就吃了才說 自己再慢慢檢查一下 觸果受傷的情況 如果你發現它是摸下去 又紅紅熱熱的 紅紅熱熱的 而稍微凍膚好像舒服一點 種種的 我們就會用Apus 黃蜂的療劑 通常黃蜂之後 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需要用其他的療劑 通常我們會考慮野角 因為野角通常是僵硬些 或者甚至乎用碳酸鈣 長期穩定它 受傷之後 如果你發現扭傷 扭柴的觸果 摸下去好像凍凍藍藍的 有很多乳傷的感覺 第一個療劑就是 暈香 暈香 Rooter Gravuline Rooter跟Rootsock 很多地方相處 但辨證方面 也會覺得它是雨晒 又冷 然後我們可能 跟著時候 用輪化鈣 來穩定它 當然 碳酸鈣 是比較肥胖的人 輪化鈣 是比較瘦的人 有時候我們配療劑 也要配整個人的體型 除了這隻 還有一隻 也常用的是Lidham Lidham 是道香 道香 通常乳是特別嚴重 而且是凍呼舒服的 OK 是凍呼舒服的 摸下去是凍凍的 但凍呼舒服的 這就是Lidham Palastum 尿劑是道香 有些人 雙腳是比較鬆軟的 很容易走路 雙腳會垂下來 我叫做Planation 如果雙腳提不起 雙腳提不起 雙腳提不起 是不會太柔軟的 好了 還有一些情況 如果左邊的粥果 是不穩定的 疗劑可以想的就是Carbovatch 如果有些人扭傷之後 很久很久都不能耗 有一個疗劑可以想的 就是Strontium Carbonicum 是碳酸絲 這個不是常用的 因為我們基本上大部分 都是用我剛才所說的幾隻 都足夠的 萬一你真的遇到一個情況 真的很久很久 還不好的話 而你試過上述 我講的幾隻療劑都不行 我們就會考慮用Strontium Carbonicum 雖然這個療劑是比較少用的 但在需要的時候 你用得著就很有效 所以在觸果扭傷 我們基本上沒有什麼失敗的例子 還有一個就是太空小凌晶 因為我們經常都強調 出門就不要忘記帶太空小凌晶 尤其是你們出去做運動這些場合 有時候你真的不小心 香港始終山地都是高高低低 很容易不小心扭一扭 如果你是沒有一個即時的工具 譬如太空小凌晶在那個袋裡 那你可能真的要等人抬 我們都試過有一個很久以前 我們有一個病人 他跟我說這個故事 他說他早期買了大空小凌晶 他的老公就經常不以為言 這些是浪費錢的 他們經常去旅行 其中有一次是去日本 冬天冬兵 他的老公就不小心 在街上挖一挖一挖一挖 幸好這個病人聽我經常呼籲 Don't go anywhere without it 隨身帶著 他真的帶在那裡 即時幫他老公做治療 很快的老公就能走回來 其實這類工具我們很多 我也有查過的工具 DMSO、MSM等 所以遇到這些情況 最重要的是 不一定會自動康復 你亦希望他能夠好得完整 否則他經常腫耐後 他的根會鬆 鬆了之後 你將來很容易再咬 謝謝袁先生 始終我們出外的時候 運動或行山 我們經常都會 有些專家都會這樣 你一定要帶著一個急救箱 請大家記住 急救箱、急救包 需要放一些同類療劑 就像剛才提到的 大部份來說 都是6、7種療劑 大家可以放在急救包裏 真的遇到這些問題 或者不是你自己 你的同伴 都可能會阻止你的行程 但馬上給療劑 無論是不需要等救活 或者是本身的病患者 他都可能康復得更快 更完美 所以家中一定要常備療劑 出門的時候 也要隨身大備 謝謝袁先生和我們分享 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預約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如果想查詢剛才提及的療劑 或者其他健康產品 可以聯絡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號碼是28824848 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在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謝謝你兒醫生 拜拜 謝謝大家收聽 拜拜